地震资料现在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查询咯 新电地震现在推出一化行动上网的服务 不论你是使用iPhone或是Android的智慧型手机 或者是使用iPad平板电脑 只要您扫描QR Code行动条码 就可以让您轻轻松松的查询 还有森林地震电子成本 这样的辩明政策让您省下不少往返的时间 为了因应无线网络科技时代的来临 新电地震事务所的网站特别设置了行动服务专区 并提供了各版本的QR Code行动条码 民众如果需要只要开启手机或平板电脑的QR Code扫描功能 就可以快速上网连接至网络申领地震电子成本网站 申请及查询地震资料 现在大部分使用无线网络的行动化的那些手机非常普及 所以我们地震事务所在我们的网站上 也有设了一个行动服务的专区 然后建置了各种版本的QR Code行动条码 那如果民众你如果你是持的是那种智慧型手机 或者是平板电脑都可以去扫描连接 那就可以来上网 就可以随时随地来连接上网查询我们的地级电子成本 另外为了协助申请电子成本 却无法列印的民众 内政部也结合了便利超商提供下载列印服务 只要在网络申领区完成付费程序后 就可以在超商列印电子成本 你可能在外面 你可能不在办公室或在家里 那当然你可能在家里 可是是没有印表记的 这时候如果你已经上网来申请了那个电子成本 那就需要列印 可是没有印表记的时候 我们内政部在今年也结合了五大超商 那只要你在网站上已经申请了之后 可以到我们的有合作的五大超商的那个超商里面 来下载列印 这样就可以了 而民众如果对智慧型手机 申领电子成本的操作方式 还有任何问题 欢迎电卡新电地震 将有专人提供咨询 记者生平正门奇新电采广报导